你常常有這種症狀嗎 想買不敢買的股票總是最標 買進的股票往往一買就開始跌 但其實選股買股報股這件事情 可以很簡單也很快樂 讓外資操盤手出身的林玉凱分析師告訴你 快樂其實可以很簡單 歡迎收聽股天樂 摩爾投顧110年 盡管投顧薪資第026號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有安妮給哪裡有什麼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 外資出身分析師林玉凱 錄影時間是中午的12點02分 先來看一下現在台股的狀況如何 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我們錄影的當下台股下跌214點 似乎也收了一個還不錯的長長的下影線 大約有100點左右 看起來今天台股好像在月線這邊有一個止跌的跡象 但是真的是止跌跡象嗎 台股今天的跳空下跌是否真的又隱藏什麼危機了呢 我們來跟各位一一解析 那今天的台股為什麼而跌 為什麼盤中一度跌到有300點 原因無它其實就是疫情 包含我們自己的疫情和對岸的疫情 其實可以看一下盤面狀況 大概也會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哪些股票的走勢特別強呢 包含1732的毛寶 哇 不得了 亮燈漲停板 9103的美德一 欸 也是亮燈漲停板喔 1325的恆大 也是亮燈漲停板 9919的康納鄉也是亮燈漲停板 盧暑加征的幾檔亮燈漲停板之後 你大概也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還能為什麼 不就是因為疫情升溫了嗎 口罩股 防疫概念股全部都在漲 可是呢 今天這個部分喔 我們講說台灣的疫情 大概只佔了今天大跌的一小部分 比較大的部分仍然是在於上海封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受到影響的廠商有誰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喔 4938的合作呢 今天目前大概是大跌了一個百分點左右 一個百分點 不算大跌 可是呢 我們再往下看喔 再往下看的話 2382的廣達 今天也是微微的往下做一個挫跌的動作 重頭戲來了 台積電 233年台積電呢 目前是跳空下跌 直接把月線跌破了 下跌了16元2.6個百分點 那還有其他的呢 在昆山場連帶受到影響的包含有 尤達 尤達今天呢 雖然跌幅不會帶重 1.6個百分點 可是它是呈現一個破底的姿態 以及這個偽創的部分 目前翻紅 其實有 雖然有影響 但是表現還算不差 可是我們光是看到這幾點 光核碩 廣達 台積電 尤達 這些這個陣容跟權重 其實就不難理解 為什麼今天台股會跌這麼多了 那我們先把前後果搞清楚 今天的下跌屬於突發事件 並非是它原本應該去走的方向 當然今天我有聽到一些投資朋友的疑問是 會不會是因為上個禮拜投信結束了連續買超 台股就不漲了 會不會是因為外資開始翻空 因為上個禮拜五期貨的空單又增加了嗎 造成這個原因所以台股這個禮拜就不行了 當然我們來一個一個各個擊破 投信的連續買超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講過300次了 結束買超不是終點 而是多頭的起點 至少過去的4次都是如此 2020年的3月份 投信連12買買超了181億 台股從10597漲到13031 大漲超過2400點 接著呢在去年的3月份 2月底3月初的時候 投信連15買買超了137億元 台股從16070漲到17709 大漲超過1600點 那去年的5月呢 投信再度連11買買超了141億元 台股從16132漲到18034 大漲超過1900點 那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去年的9月底10月初 投信連11買買超了190億 台股從16387漲到18619 大漲超過2200點 這是在過去的4次 投信連10買以上的台股後續的一個走勢喔 那我們再次強調 我剛剛所說的這個上漲的點數 都是結束買超之後的上漲點數喔 結束買超之後 所以說這個是非常客觀的 那我們也要再提醒各位一次喔 就是說 因為投信它的資金部位比較小 所以說它沒有辦法干預市場 所以不會是它買超的當下台股就噴上去 可是它有這個能耐和眼光 精準的去把握市場的趨勢 每當它下重手 我只要連時買吹下去 後續的行情都不小 而且呢 重點在於每一次它都能改寫歷史新高喔 這一次呢不論是買超的天數 或者是金額都是空錢的 你認為它的把握不是空錢嗎 那我之前也講過了 投信從1月21號開始連續的買超 最高從18338點往下買 最低買到16764點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平均法 它的平均成本大概位於17551嘛 17550點啦 實際上成本一定是更高的 那現在的台股呢 我告訴你報告一下現在的點數 17466點 你現在去做買新的話成本比投信還低 你可以大吃投信的豆腐 何樂而不為呢 那外資部分就比較單純啦 就是我覺得真的是不用自己嚇自己 因為其實外資的期限貨 這是屬於相輔相成的 期貨就是它的避險部位 所以之前外資在大賣現貨的時候 它不需要這麼多的期貨部位來做避險 所以當然期止空它可以降下來 那麼現在3月16號過後 它對現貨的態度是轉賣為買的 既然它是做現貨的買超 基於避險的需求 當然空單就要向上做一個提升 所以完全不需要去做負面的解讀 而且這個部分呢 我們都預告的十分清楚 如今現貨的回補 甚至連我上個禮拜預告台積電的回補 上個禮拜外資台積電是連買三天的 這個部分我們都是預告在前 驗證在後 全部都在規劃之中 是完全不用擔心的 那看回來疫情這件事情 我可以告訴你 去年5月台灣一劑疫苗都沒有 台股都可以V轉 現在第二劑的接種率都已經接近八成了 你要擔心什麼 那上海封城呢 兩個禮拜以前 深圳不是也封城了嗎 台股不是也跌下去嗎 後來不是也漲上來了嗎 而且當時你可以看到 有提到最容易受到影響的幾檔股票 包含什麼2317的鴻海啊 3017的騎鴻啊 其實如今都已經突破當時的這個 下跌的這個點位了 所以說 你與其去擔心這些 你所不需要擔心的股票 倒不如先擔心 你能不能夠把握現階段的機會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核心持股 今天的表現是如何 第一檔我們先看到2314的台陽 台陽台陽今天其實跌幅 不算有一些些的偏重 因為一度有跌到超過半根跌停板 那目前呢是大跌3.4個百分點左右 那今天所跌為何是呢 難道是連拉兩根漲停之後 這個馬上獲利慢壓就出來了嗎 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台陽的部分呢 因為在上個禮拜五 公司也發了一個這個重大訊息 董事長不幸辭世了 那當然一般人聽到董事長辭世 可能會覺得說 哇那公司是不是近期會不穩 這個部分不用擔心 因為董事長不是因為意外過世 他是因為癌症 那癌症的辭世呢 其實我相信公司內部對於 接下來的人選啊 接班公司後續營運 都有妥善的安排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認為這是一個消息面的短期的衝擊 台陽的基本面還是非常好的 再加上說我們之前所預告 今年度在營收的這個目標 我相信半年之內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三倍跳 這樣子的一個走勢 所以相對來說是不用擔心的 那麼在3092紅碩的部分呢 其實今天表現是相當相當抗跌 直到現在 他都還是紅的 大漲一個百分點 而且呢是非常有機會 在今天創下收盤價的新高 我說過了 認證通過的這個題材 是非常非常大的 去年其實股價有炒一波啦 如果說你有注意到的話 大概從這個前年的年底 就開始一路往上急啦 其實當時的題材 就是因為接到Tesla訂單 那一度呢 我記得我印象沒錯的話 大概有飆到83塊 從40塊不到飆到83塊 可是後續因為這個認證卡關 所以整個又下來 可是下來了 今年認證終於通過了 所以你認為當初這個高點不會回去嗎 如果說現在高點83塊會回去的話 如今股價也才68塊 其實空間還是相當大的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這個 威風電子的部分 其實威風電子 我在我的Telegram 在這個LINE 其實我假日的時候 有發一篇文章 這一檔股票 雖然不是我們節目上 會花很多時間去介紹的股票 因為我認為大家都很熟了 可是呢 我有給大家一個相當重要的重點 威風電子這檔股票 叫做自知死地而後生 自知死地而後生 果不其然呢 你可以看到 它在3月8號 以及在這個3月15號 大概有短暫的來到400元整數關卡 甚至一度小小的跌破 可是每當跌破400元關卡 就馬上做一個談生 這個就是我給各位一個 暗藏的股票操作的一個小小提示 好 那今天時間不多 我們大概短暫介紹到這邊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核心持股的操作方法 歡迎你找到我加入 關注我們明天見 拜拜 進廣告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想跟著老師操作提高勝率嗎 快搜尋小老鼠WIN16888 小老鼠WIN16888 加入老師Lite 每天都會有即時的財經資訊 盤式解析 透過核心持股 加上衛星持股 再抵擋佈局 才能讓資金翻倍 我們無法控制台股的走勢 但可以控制自己選股的方式 林玉凱分析師 給你最專業的分析 最靠譜的獲利 趕快來電 0800-6680-85 0800-6680-85